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团排了整整一年 加拉巴格海洋形态也是出了名的独特 四道粮流汇集 其中粮流带来了矿物质 浮游生物 小鱼等 食物丰富 吸引成千上漠的垂头鲨鱼 和各类公鱼聚集 对潜水人来说 此地水温冷 流超强 难度之高 有终极胜被支撑 亮点之一就是垂头鲨 他的头往两边突出 连眼睛也 在最两端 看起来很鼓吹 其实是强大攻击性 为了看垂头鲨 有的前脸流强到咬嘴都歪掉 双手还要顶流攀岩 有的前脸最低水温 只有17度 动到四肢僵硬 不过几百货垂头鲨 就在眼前向电影画面盘游过去 富时再来几百货福分飞货 去货海市窜上 窜下和我们玩 一切都值得 另一个我最想看的就是海烈西 他有个很酷的潮号叫 哥吉拉 他是唯一会潜水的烈西 身体灰色是为了吸收热能 他早上在岸边晒太阳 中午前下还吃海藻 因为身体预热能下降很快 最多钱在十米内 因此我们在费兰迪娜岛前五米内 看哥吉拉 水又靠岸边 涌浪超强 身体在水里被涌冲到斑 看到海烈西非常大定 你都不理人必埋头狂吃 毕竟今天就靠这餐了 达尔文拱门相当壮观 是加拉巴哥之名的标 记者议会辞涉 海烈西唱的像哥吉拉 进化度一流 是唯一会潜水的练习 可口提供垂头沙前头突起 眼睛在两边 体型壮硕 是潜水必看亮点 抠口提供 抠口提供 吹头沙前头突起 眼睛在两边 体型壮硕 是潜水必看亮点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